莫愤静带队所有人,打起精神快步下去追韩清夏 但他们一到楼下,就看到整条气静的三楼 没有那只高级丧尸主任,也没有韩清夏和他的小跟班 整条走廊静悄悄 老师,他们没了,没学紧张到 先别担心,老师先去看看 莫愤静站在走廊上,试图通过地上的脚印判断一下韩清夏去了左边还是右边 奈何今天白天爆发了一次丧尸群入教学楼 每一层都是乱糟糟的脚印 他根本不能通过脚印确定韩清夏去哪里了 他只能试图往下看看 他站在走廊扶手边上,一低头 脚下就是乌嗷乌嗷养着脖子的丧尸群 此时这些丧尸们还有一点点的边界感 似乎是因为高级丧尸的压制,他们不敢轻易上前 只能一只只养着脖子,张大嘴巴 密密麻麻的在楼下乌嗷乌嗷爱好 一双双灰白色,冒着金光的眼睛跟恶鬼一样盯着莫愤静 恨不得现在就把他包皮拆骨,内脏挖掉,脑子吸掉 带着诱人鲜泻的肉拳痘阿巴阿巴啃进他们嘴巴里 莫愤静收回了凝重的目光 是有几分吓人的 就在这时,他们这些人身后一间空教室里忽然窜出来一只 穿着校服短裙的丧尸 哦,丧尸女生一把扑向他们中走在最后面的女生们 眉学反应最为快 他立刻抓着手边的两个女生往边上躲 苏妙妙感受到他的手第一时间就甩开 但紧随之他就看到扑过来的丧尸 啊,苏妙妙吓得尖声大叫 在前面的雷鸣第一时间冲过去,把苏妙妙扑倒 女丧尸抓着他的背后滋喇一下 划开了他的衣服 砰 而这时,莫愤静也反应了过来 他从最前面冲进来 一棒子就把面前的丧尸女生给打飞 咔嚓 棒球棍应声而断 那只丧尸女生也因为强大惯性被甩飞进楼梯间 砰砰砰砰 丧尸女生接连滚了好几台阶 摔在了下面的楼梯转角最角落 此时,他的身体呈现极为被人体极限的姿势 两条腿全都外翻 在堆叠搭在自己肩膀上 他的一只左手卡在左腿后 右手甩在打歪的头顶 这种诡异姿势下 丧尸女生仍旧从自己变形的肢体里抽搐着抬起头来 哦 他像个异形一样 向着楼上一群人手脚挪动着狂奔 快躲起来 莫愤静迅速做出决定 但这时 他们面前猛然出现一只身形魁梧的地中海南丧尸 哦 丧尸主任两手同时抓下面前的学生的脖子 不要 莫愤静大喊着 奈何为时已晚 就在这时 呐 如龙银的刀鸣响起 一刀杀起腾腾的荧光从所有人身后亮起 长刀对着面前的丧尸脖子狠狠砍下去 平时砍丧尸如同砍瓜的糖刀 在这一刻就跟砍在一团金属上一样 刀锋划出一长条的火花 这是终极皮肤硬化 一般人确实砍不动 但是韩清夏不是一般人 被系统加成过N变的力量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今天就是一堆真正的钢铁它都要砍破 韩清夏的糖刀跺进了丧尸脖子里 跺进了二分之一 而这时 面前的丧尸主任好像有恐惧一样 发出害怕的声音 他身上爆发喷发出一阵黑水 强力的黑水刚刚一喷溅出来的时候 琴客立马挡住韩清夏的脸 而莫愤静则是跟不要命一样 冲上去抱着两个学生 用自己的背对着高级丧尸 那只高级丧尸在爆发黑水之后 竟然没有攻击这些人 而是跑了 整个过程不过两秒钟 他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妈的 又让他跑了 韩清夏察觉到自己手上糖刀一空 往后倒退着看着两边的走廊 他看着空荡荡的走廊的一滴黑水 做出了认真总结 高级丧尸真的不一样 有一定的智慧性 会察觉危险还会逃 逃了还很难找 嗷嗷嗷 楼梯上那只一行女丧尸 嗚嗚嗚嗚地爬上来 韩清夏连看都懒得看 全身心地寻找那只高级丧尸 能去哪里 而莫奋静等人 则是看到那只女丧尸 全都往后退 莫奋静自己没事 看了看自己两个学生 也没事 他立马松了口气 我们先躲起来 莫奋静看着爬上来的丧尸 带着同学们往旁边一间空教室躲 而那只女丧尸在爬上来之后 面对差不多的距离 他毫不犹豫追击进教室的一群人 而不是韩清夏 跟着他们能找到高级丧尸 韩清夏耳边传来秦克的声音 韩清夏转头看着他 他们是最美味的食物 秦克冲他眨眼 韩清夏的眼睛立马就亮了 他想到怎么找那只高级丧尸了 丧尸再怎么智慧也是丧尸 摆脱不了是血吃人的本源欲望 要不然那只高级丧尸 也不会再被韩清夏揍过一次后 还现身去抓人 食物是他摆脱不了的欲望 韩清夏这边 秦克根本没有吸引力 韩清夏又被那只高级丧尸标记危险了 现在只有带着那群普通人才能把丧尸引出来 韩清夏想到这里 立刻拉着秦克跟着他们进去 在经过门口的时候 咔嚓一刀把门口的丧尸给解决掉 大姐姐你们来了 美雪和卫松看到韩清夏两人过来 立马到门口 把卡在门口的木棍抽出来 放他们进来 似乎现在只要看到 他们就是看到安全感 韩清夏淡淡地对他点头 他和秦克两人刚一进来 就听到里面抹粉镜的指挥 大家都赶紧清理一下自己身上的黑水 粘在衣服上不要紧 粘在皮肤上一定要赶紧清理 有谁粘到了 快点告诉我 墨粉镜穿得很厚 他后背的一件厚外套 被黑水给腐蚀透了 他连忙脱下来 好在身上被粘到 雷鸣身上粘了几个黑点 主要是呼苏妙妙的时候粘上的 此刻 苏妙妙还在一脸惊慌中没回过神 他脸色惨白 刚刚差一点 丧尸就抓到他了 抓到他 他就死了 妙妙 你别怕 我会一直保护你 雷鸣这时开口道 他觉得自己刚刚那一下 肯定让苏妙妙感动坏了 不顾自己命地保护他 把他从丧尸找里救出来 好在他穿得也很厚 并没有被抓到 如果有人被抓到了 也一定一定要跟老师讲 很危险 墨粉镜还在警告大家 妙妙 雷鸣微笑地看着苏妙妙 期待他的感动 下一秒 苏妙妙拍开他的手 连忙后退并大声喊 老师 雷鸣他被丧尸抓了 雷鸣伸出去 安抚他的手停在半空 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苏妙妙 苏妙妙一路退到离他三明远 指着他大喊大叫 他一直暗恋的 那张精致漂亮的脸蛋 写满了厌恶 别碰我 雷鸣 你怎么了 墨粉镜赶紧过来了 老师 他被丧尸抓了 你小心一点 苏妙妙继续尖叫 他很危险 先制服他 雷鸣的心 一下子就凉了下去 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住 脑海里忽然闪出 今天下午寒清夏他们说的话 他们说他是舔狗 他就觉得自己跟个小丑一样可笑 雷鸣 你别担心 老师不会动你的 先给老师看看 墨粉镜看着雷鸣背后抓开的衣服 他们穿的都很厚 乱七八糟的长袖短袖校服外套里三层外三层 堆在自己身上 一眼看去 根本不能确定滑没滑到身上 你穿的多 不会有事 墨粉镜语气一如平常的沉稳 尽可能安慰雷鸣 雷鸣甩开他的手 老师 我没滑伤 自己一件一件的脱 眼睛死死的盯着面前的苏妙妙 一直脱光上身 把他光洁的后背展示出来 果然没有划痕 所有人这个时候都松了口气 还好 没事 吓死我了 万幸没有出事 雷鸣 你快点把衣服穿上吧 其他同学纷纷道 雷鸣瞪着苏妙妙 把旁边脱掉的衣服一件件重新穿起来 等他穿完后 刚刚搞事的苏妙妙 才后知后觉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 他看着自己生气的舔狗 雷鸣 我刚刚太紧张了 你别当回事 雷鸣听到这里 冷笑一声 一个人转身往角落走去 苏妙妙看到这里 本来就不美丽的心情 更加不美丽 雷鸣 你什么意思啊 大家都在检查伤口 你被抓伤了 我肯定要说的 要不然伤害了我们怎么办 妙妙 你少说两句吧 雷鸣是救你受伤的 美雪道 你插什么嘴 要不是你 我至于陷入危险吗 雷鸣也不用救我 就你搞出来的事 你还有脸说话 美雪 周围一圈人 被苏妙妙噎得说不出话 大家一扭头 全都离他远点 苏妙妙看着这些人更来气 一脚踢在面前的桌子上 哼 都是这群贱人 这群贱人都该死 还有那个不识抬举的雷鸣 看他以后还理不理他 一边的寒清夏看着这一幕 目光落在这些人身上 这个时候 人群中 那个话少的女生举起手 老师 我想上厕所 莫愤进听到他的声音 就在教室里吧 找点东西挡一挡 我上大的 大的也将就一下 我也要上厕所 苏妙妙这时道 我不在这里上 这里旁边就是厕所 我要去卫生间上 外面有丧尸 那你们就都陪我去女厕 苏妙妙理所应当道 众人 就在这时 一道清亮的声音响起 我陪你去 韩清夏开口道 莫愤进看向了韩清夏 还不快点 韩清夏微笑走到门口 苏妙妙对上韩清夏 好看的脸上立马露出不愿 我才不要你陪我去 那大家一起走吧 莫愤进这时道 他考虑许多 如果要跟着韩清夏离开 那么他们肯定不能 在房间一直待着 现在韩清夏主动请英 带他们去 有一个大神坐镇 去一趟也行 厕所就在这间教室旁边 大家一起去一趟 他下定决心后 冲韩清夏点头 所有人都站起来 重新打起精神 看着韩清夏打开房间门 咿呀 走廊一片安静 静悄悄 韩清夏站在走廊正中间 确定安全后 冲里面的人点头 里面那一大群人 立刻缩着脖子 大家前后凑一窝 紧张兮兮地出来 他们一出来 韩清夏明显感受到 走廊上有丧尸的躁动感 果然 他们很吸引丧尸 他带着这些人 一步步走到卫生间 哦 一只穿着短裙 齐刘海公主 接着丧尸女同学 从厕所里突然窜出 她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蝴蝶结短衬衫的校服衬衣 被抓脑啃咬得面无全非 早就结痂的伤口 和校服衣服 粘连融合在一起 已经分纤维组织和肉了 最可怕的 还是她的脸 密密麻麻 啃咬过的血印子血窟窿 鼻子眼睛嘴巴 都被咬了个遍 边缘位置还能看到清晰牙印 哦 丧尸女同学 张开可怕的血盆大口 对着面前冲进来的人 挖了一口下去 蹭 韩清夏一刀送了下去 拔刀的时候 金河落 一秒一个丧尸 跟在她身后的人 看着这么帅的韩清夏 眼睛更亮了几分 全都跟小羊羔一样 一步一去跟着她走 韩清夏进了卫生间后 先去了女厕 这个学校女厕都是单间 像商场那种 比较注意隐私的厕所 卫生间里 一片恶臭 韩清夏站在这里 精神力感知没有丧失 她就给其他人一个人眼神 让他们自己进去 莫奋进等人守在门口 让苏妙妙和那个女生 进去上厕所 卫生间很脏 倒不是霉冲的排泄物 而是落了很久的灰 加上一些可怕的血污 在里面滋生的 霉菌蘑菇之类的 那个女生没有挑剔 第一个能打开门就进去了 苏妙妙则是嫌弃的 看着这一个又一个坑 一路往下去找最干净的 直到她推到最后一个门 啊 苏妙妙爆发了尖叫 在门口守着的莫奋进等人 立马冲了上去 怎么了 啊啊啊 苏妙妙惊恐地向后退 大家全都看到了 里面一具死了好多年的尸体 尸体坐在马桶上 仰面盯着头顶的天花板 肚子被挖开一个大洞 一双眼睛 近于白色和黑色之间 似乎是还没变成丧尸 就被啃死死了 厕所里的恶臭 就是从她这里来的 莫奋进看到这一幕 默默把门关上 换个地方 莫奋进冷静道 我才不呢 苏妙妙吓得要死 我们还是回教室去上 这里有死人 我害怕 众人 而在这时 莫奋进猛然意识到一件事 她冲到第一间厕所里 剧烈拍门 小文 你怎么样 回应她的 只有沉默 还有地板隔间里流出来的鲜血 老师 小文 一个男生啪的一声趴在地上 隔着隔间挡板那一小条缝隙 看向里面 她就看到了 让她吓到背后汗毛竖起的一幕 两只惨白的丧尸手 正从小文身后的水箱里伸出来 一只死死抓着她的脸 另一只手禁锢着她的身后 而丧尸的脑袋 则是已经埋在她的肚子里 从后背一直啃到了前胸 一颗光滑的地中海脑袋 卡在她腹部 呜哇呜哇 鲜血淋漓 大口大口啃着她的内脏 她依稀可以看到 正在剧烈收缩 跳动的肝脏和血乎乎 没了一半的肠胃 丧尸主任感受到她的注视 好似有灵智一样 抬起血乎拉地中海的脑袋 灰白的丧尸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她 下一秒 她破开那个女学生身体而出 向着外面更多香甜的食物而去 啊快跑 她惊恐尖叫 全身爆发无穷的力量 把面前那些还在拍门的同学老师都撞开 砰 在南侧那边埋伏的韩青夏 听到女侧里面爆发的声音 如离弦之剑一般冲了过去 妈的 怎么会在女侧 门不是就一个吗 韩青夏下一秒就冲到了一片混乱的女侧 果然是那只高级丧尸 丧尸主任来了 刚刚吃到活人的丧尸主任 此刻被鲜血刺激得非常厉害 她眼里只剩下鲜活的食物 今天下午 被韩青夏砍了一半脖子的恐惧没了 她歪着削了一半的脑袋 只靠另一半和脊柱骨连着 血呼拉地向他们扑去 她一张嘴 嘴里黏黏的血浆挖地顺着 她肥厚的嘴唇往下流淌 她眼前是所有学生 危急时刻 莫奋进再度护着所有的学生 她像一只互毒的老牛 把所有学生护在她的语意下 哦 丧尸的嘶吼声音 在所有人耳膜无限放大 眼看着丧尸主任扑上来时 又一道荧光闪动 森冷的刀光 狠狠劈向丧尸另一半脖子 韩青夏要活的丧尸 抓回去做实验 所以不能像之前一样 直接砍脑袋中间 攻击鲸盒 要把她的脑袋整颗保留 刺了 一条胳膊飞了起来 丧尸主任欲感到熟悉的危机 竟然伸出手来防御 她抬起来的胳膊 被韩青夏一刀剁飞 哦 丧尸主任爆发了 类似人性化的哀号 好像是砍痛了她一样 下一秒 她全身上下再度爆发出黑水 韩青夏看到这里 又来 一次没经验 两次她还没经验吗 在黑水爆发的一刻 一片无形的空气墙 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把丧尸主任要爆发的黑水 给死死包围住 一滴都不让她喷出来 墨奋进惊呆了 梅雪未松惊呆了 雷鸣等其他同学惊呆了 苏妙妙更是一脸震惊的 看着那一大团黑水 忽然就停在了半空中 没有继续 那是什么 还不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单手挥着异能的韩青夏到 墨奋进第一个反应过来 她无比震惊地看着 单手就用异能 制住丧尸王的韩青夏 眼里全都是震撼 大佬 真的是大佬 太牛叉了 她赶紧像乃小鸡一样 把她的学生们 都赶紧最里面的卫生间单间 躲起来 在他们分两边躲起来之后 喷得一声深厚的黑水爆发 而在黑水爆发的一刻 锐利的银刀在黑水中心横劈 哦 又一只丧尸手臂被砍飞 这时 不再是漫天的黑水 而是黑色的火焰 从丧尸主任身上冒起来 墨奋进看到这里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一双眼睛无比紧张地 盯着那一团燃烧一切的黑火 小心 那火毡上就灭不掉 随着她的提醒 铺天盖地如同泄洪的水柱 从寒清下掌心飞出 把丧尸主任从头交到尾 在大再厉害的火焰 也挡不住源源不断 更为凶猛的水 墨奋进瞪大了眼睛 我靠 这个人还是水系异能者 异能等级 更是肉眼看得更高级 随着寒清下的水 浇灭了丧尸主任的黑眼 整个身子淹在水里的丧尸主任 如同一条鱿鱼 双腿急速向着外面奔逃 她还是速度 呐 墨奋进那句 速度异能者还没说完 寒清下一刀 就把丧尸主任的两条腿给剁了 墨奋进吞了吞口水 丧尸主任是速度异能者 寒清下也是 而且 又是比她还高的等级 寒清下把这只丧尸主任的攻击性和威胁 降到最低 挥动手上的刀向着脖子来致命一击 她的长刀 对着脖子另一边狠狠地劈下去 那是比丧尸力量更大的力量 墨奋进看到这一幕 狠狠吞了吞口水 她是彻底看明白了 他们眼里可怕无比被追着跑的丧尸王 在人家手里 就是一条追着打的鱼 全程对她毫无一点威胁 她杀起来 也就比杀普通丧尸的菜刀砍瓜 变成菜刀杀鱼 没有一点难度 她说她来找高级丧尸 是真的有实力找啊 墨奋进瞪大了眼睛 这都是什么变态 其他学生们同样震惊地瞪大眼睛 个个震撼无比地看着韩清夏 那可是四级丧尸王 整个学校最厉害的丧尸王啊 他也太厉害了吧 哦哦哦 就在那只四级丧尸王 要被韩清夏切断脖子时 他爆发了极为尖锐的嚎叫声音 这种声音韩清夏之前听过一次 美人老大 他在召唤其他丧尸 琴客站在门口道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背后寂静的走廊上 已然传来了啪哒啪哒的奔跑声音 此外 他们头顶的四楼 那些被关在教室的丧尸疯狂躁动 哗啦哗啦的破碎声音 丧尸们蜂拥冲了出来 守在外面那些丧尸们 也全都解除了限制 整个学校的丧尸 都向三楼的卫生间奔跑而来 韩清夏感知到铺天盖地的脚步声 手上砍进丧尸脖子里的糖刀 暴力狠劈 动作没有半点停顿 只是锋利的糖刀 在砍到四级丧尸王的击鼓时 就跟砍到坚硬的巨石一样 刀锋被韩清夏距离下压下 划出火花 砰 在破开丧尸挤住的一刻 这把跟了他快三年的糖刀应声 从中间崩开 他的刀崩了 只剩下一颗丧尸脑袋的丧尸王 此刻再也发不出声音 吭哧吭哧 试图滚起来逃离这里 韩清夏哪里还能让他逃 他从空间里拿出一口高压锅 扣在丧尸王脑袋里 另一只手拿着锅盖在底下一抄 咔嚓一声 把高压锅盖悬上 整口锅丢给秦克 抱好了 带着走 秦克 活的丧尸 是不能放进空间里的 只能随身携带 秦克乖巧的抱着 装在高压锅里的丧尸王 韩清夏三两下收拾完丧尸王 惋惜地看一眼 自己手上断成两截的刀 好歹是跟了他三年 多少是舍不得的 他把另一半捡起来 带着高分子全包围的手套 握紧刀尖一头 对着身后的人道 想活命 就跟紧了 哦 哦 哦 外面如潮水奔涌的丧尸 已然而至 两只丧尸率先抓着 卫生间的门框冲了进来 一男一女 全都是腐烂了多年的 老丧尸同学 他们身上是 陈旧腐朽的尸体气味 两人脸全都被啃咬得 不成样子 一个上半边脸被啃 从眼睛一直到额头 一个下半边脸被啃 从鼻子一路到嘴巴 猙獰可怕 伤口在宁静的夕阳落日下 放大到极点 丧尸同学们 张开血呼呼声渊的巨口 瞪着一双灰灼的丧尸眼睛 从学校卫生间大门冲了进来 蹭 刺啦 韩清夏两手的短刀 同时捅进 扑上来的丧尸脑瓜中间 一击击落后 他大步向着外面奔跑 此时 走廊两边全都奔跑来了丧尸 丧尸盛宴开始 快走 在里面的莫奋静 紧张地带领着所有人跟上去 他们队伍里 有两个同学脚受了伤 莫奋静一手搀扶一个 插起来拖着走 在他们经过 第一个厕所门洞的时候 里面坐在马桶上 肚子被挖空的小文同学 饿的一声 耿起自己的脖子 身子一挺 在马桶上坐了起来 他全身上下都是血 脸上是五指狠狠抓进肉里面 滑出来血肉外翻的血痕 整个身体都被肚子里的血尽染透 肠子垂在最外面的毛外套上 被啃咬一半的肝肺暴露在人前 哦 小文嘴巴呕出一口血 整齐的上下两行牙 被血浆浸红 深渊一样的喉咙里 发出丧尸独有的声音 他睁开一双丧尸灰白的眼睛 扭着四肢扑向面前的同学们 快跑 莫愤进把手上架着的同学往前推 拽着身后跑得慢的几个 拼了命地把他往外送 变成丧尸的小文一跃飞出来 莫愤进抓起小文生前的棒球棒 塞进他嘴里 以棒子把他重新送回厕所 这么两三秒的时间 同学们陆续从他身边跑过去 等到跑到最后一个 从他身边过的时候 他才赶紧跟了上去 等到他跑出去之后 才看到外面已经是一片湿海了 大量大量的丧尸 从他们身后的连浪奔涌 金色的夕阳下 映照着一张又一张的丧尸脸 每张脸都争鸣恐怖到极点 一窝蜂向他们奔跑而来 他的学生们全都举起了棒球棍 在湿海中和远远不断的丧尸搏斗 同时竟跟着在前面双刀开刀 在丧尸较少的一边 杀出雪露的寒青下 饶是有人给他们开出一条路来 他们这些学生 在丧尸潮中依旧是像扶贫一样 脆弱无力 雷鸣卫松等男生 守在最外面贴着墙 抡起棒球棍前行 他们狠狠地砸着面前 冲在第一线的丧尸们 美雪和苏妙妙 则是在靠里面一点的位置 美雪一样拿着武器 挥击着面前的一个又一个 扑上来的丧尸 苏妙妙却只会在他们身后尖叫 啊啊 丧尸 右边右边 啊 别叫了 闭嘴 美雪在他旁边厌烦地大喊 苏妙妙被他吼得一下子脾气上来 他看着面前一直扑上来的丧尸 对着面前的美雪一推 去死吧 啊 就在美雪要葬身丧尸口的时候 一道快速奔来的黑影一把捞住了他 一个都不能少 莫凤劲从后面抱住美雪 张开自己的手臂 像一只护着鸡小仔的老母鸡 把后背对给身后的丧尸群 大家全都抱紧了 他脚下异能开始发力 推着这群学生们 全速以直线形式往前冲 这是他的异能 他的异能只能走直线 但是施展起来 速度会很快 他把自己后背 对着漫天扑上来的丧尸 推着同学们 快速追赶前面的韩清夏 在前面开路的韩清夏 感知到他身后的动向 他往后看了一眼 就看到这让他眸光一颤了一幕 莫凤劲跟推车的老牛一样 推着所有的学生走 看到这里 他目光一领 手上的刀甩得更快 速度也开始提升 杀 9951 997 999 1万 随着他向前一边奔跑 一边击杀丧尸 他一万只丧尸的任务也完成了指标 感受到脑海里击杀丧尸任务完成 他再也没有任何停留 只顾大步向前冲 他跑得快 身后墨凤劲追得同样快 他们身后是一大群乌凹乌凹 漫天奔来的丧尸群们 随着夕阳西下 黑夜渐农 丧尸们的速度更是开始提升 所有人被丧尸追得逃命一般的往前跑 终于 到楼梯了 三楼 二楼 一楼 韩清夏一溜烟冲到了一楼 但是他冲到一楼的时候 发现自己紧跟着的人竟然才到二楼 他们落后了 墨凤劲的异能用完了 老师 卫松发现墨凤劲腿脚根本跑不动了 焦急大喊 老师没事 你们快跑 墨凤劲艰难道 此刻他们头顶 丧尸们也都赶到了楼梯间 不能逗留 不行 要跑我们一起跑 卫松一把背起墨凤劲 还有两个腿脚不变的同学 由雷鸣互相搀扶 梅雪和苏妙妙跑在他们中间 大家全速往前奔 哦 就在他们从二楼梯口跑向一楼的时候 一只藏在门后的丧尸忽然窜出来 对着跑在中间的苏妙妙梅雪扑去 眼看着丧尸要抓到苏妙妙 苏妙妙再一次把梅雪推上去 而这一次 梅雪早就提防他了 他低头一闪 原本推人的苏妙妙顿时重心不稳 直接跌到丧尸面前 眼看着他这次真的要死在丧尸之口 他又看到了紧跟在他身后的雷鸣 雷鸣 他冲着雷鸣大喊 伸出手去抓他 危急时刻 雷鸣还是出手了 他伸出一只手抓住苏妙妙 试图把他就回来 在抓住他手的时候 苏妙妙一把把他推向丧尸面前 雷鸣 好在雷鸣这次也是有准备的 他感受到苏妙妙把他推出去 弯着后背一躲 飞腿一踹 把丧尸踹飞 苏妙妙这时已经跑下了拐角 雷鸣 我没事 快跑 雷鸣深深看了一眼苏妙妙 继续拖着其他人奔跑 啪哒啪哒 啪哒啪哒 密集的脚步声 外加铺天盖地的丧尸低吼传来 所有人的神经都挖了 他们的力气更是要用空了 剧烈奔跑 使他们胸腔就跟炸了一样 每吸一口冷气 胸口生疼的就跟热刀子在里面挂 他们要跟不上了 出不去了 你们都大步往前走 卫松的后背上 传来一道尽可能保持沉稳的声音 莫愤禁大力推开面前背着他的卫松 打算停留在原地 和丧尸们同归于尽 他看着前面已经和他们距离五十米 而那个距离还在拉大的寒清下 他大声喊 小姐 你不是要我家的卫松和美雪吗 从现在起 他们是你的了 我其他学生也是好学生 他们都很听话的 很乖 老师 老师 在奔跑中的学生们全都陆续停了下来 他们全都看向墨粪劲 眼泪立马夺眶而出 老师给你们电后 快跑 墨粪劲拼劲 最后一口气大喊 老师 就在所有人累奔到极点的时候 就听到一句骂人的话 跑你妈个傻逼头 还不赶紧躲起来 寒清下在他们前面 打开一间教室门 站在门口看着他们 看到这一幕 魏松和美雪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他们转身架起墨粪劲 扛起他往前狂奔 一个 两个 陆续几个人跑了进去 等到魏松和美雪赶过来的时候 身后的丧尸已经扑了上来 哐 寒清下急忙关上门 咚咚咚 咚咚咚 一楼教室没法上锁 且单薄的木门被敲得震天响地 好像随时就要被破开 此时 所有人累得跟一滩泥一样 大家全都趴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气 寒清下看着这些人 我还要去办公楼 把我的车开来 随着他的话 大家全都看向了他 你不能走 我们现在都没有力气 你走了 谁来保护我们 苏妙妙坐在地上大喊 啪 寒清下一巴掌把他扇飞 傻逼保护你这个傻逼 被一巴掌打中脸的苏妙妙 顿时眼睛冒出泪花 他瞪着愤怒怨队的眼睛 死死瞪着寒清下 你敢打我 从小到大 没有一个人敢打我 你谁啊 啪 又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还不是寒清下打的 是梅雪打的 梅雪从地上爬起来 撑着两条跑酸软打战的腿 啪的就是给苏妙妙一巴掌 我的 记住了 我梅雪打的 啪 梅雪又还他一巴掌 今天两度把他推出去为丧尸 两次都命悬一线 今天打的就是这个 心黑恶毒的苏妙妙 你们敢打我 你们都打我 呜呜 苏妙妙被三巴掌打得哭了起来 他看向周围 向其他人求救 他又看到了雷鸣 雷鸣站起来了 并且向他走来了 苏妙妙看到这里 眼睛一下子亮了 雷鸣 啪 雷鸣也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这一刻 苏妙妙彻底被打猛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雷鸣 对上他冷到几点的眼睛 他意识到他的舔狗 真的不舔他了 他顿时挖的一声大叫 老师 老师 莫奋进 你管不管 他们都欺负我 莫奋进看向他 闭嘴 从来好脾气 把学生当作一切的莫奋进 第一次凶人 苏妙妙感受到他的语气后 嚎啕大哭的眼泪卡在半空中 他看着所有人 莫奋进 雷鸣 梅雪 还有韩清夏 这些所有人都欺负他 他这一次没有再大声哭 低着头攥着衣角 眼底的怨念已经到了极点 我们现在怎么办 莫奋进道 哐哐哐 外面丧尸 似乎随时要破门 还有破窗 行客 游荡的丧尸和很远的距离 这里是一楼 是 美人老大 勤客打开窗户 把高压锅留下来 自己翻过窗 跑向他们车的方向 勤客去开车 在我的人没回来之前 你们最好守住这几分钟 要是丧尸破门进来了 我是会直接跑路的 不会管你们 韩清夏直白道 讲真 他就是给他们一次活命的机会 让勤客过去开车来 要不然 他可以跟勤客一起离开 因为他一走 就要带这些人一起 但他们都跑不动 一出去 就得死 在他自己能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他并不是一个绝对冷血 丝毫不尽人情的人 他活着 其他人也能活 他的话落下后 莫愤尽等 一群人像是有力点力量一样 他们全都打起精神爬起来 把面前的桌椅板凳 全都推起来 把前后的大门 还有中间的玻璃 尽可能的全都堵死 他们想活着 尽可能的活着 活下去 他们把前门堵上的时候 勤客跑了一半的路 把窗户堵上的时候 勤客成功上了车 已经发动起来 向他们这里开动 大家更加振奋 继续把后门堵上 而这时 大家看到了走向后门的苏妙妙 此刻 无数丧尸挤在一楼一间 紧闭着大门的教室外 长长的走廊 塞满了密密麻麻的丧尸 一个个丧尸中有高有矮 有男有女 有学生有老师 有师堂大妈 有保安大叔 一张张丧尸脸推嗓着 大力锤打着面前岌岌可危 随时攻破的教室 美雪和卫松踩在桌子上 他们面前是半人高的窗户 铝合金窗框 被外面的丧尸锤打得开始变形 玻璃上拍着一只 又一只丧尸巴掌印 最近的一排丧尸 全都张开血盆深渊大口 对着面前击灰的玻璃窗 呜哇呜哇地啃 能让里面的美雪和卫松 清晰地看到 他们发黄尖锐参差不齐的巨牙 干别别像鳄鱼的上鳄腔 发浓糜烂的舌头 和看到声带的身后 红黑的浓状物 随着他们每一次张嘴分泌出来 呼在玻璃上 恨不得现在就把他们的头 整个啃进去一样 哦哦哦哗啦 一道窗帘拉过来的声音 把窗户堵上的卫松 把窗帘拉上 暂时隔绝一下 外面可怕的现场 美雪紧张地抓着桌子 正准备下来 再去最后一个后门 她一抬头 就看到走到后门 并且手已经抽到 卡着门把手棒球棍的苏妙妙 门是外开的 且没法锁 所以他们用棒球棍卡在门把手上 防止门不小心被拉开的意外 苏妙妙搜的一声 就把棒球棍抽了出来 苏妙妙 你要干什么 美雪立马尖声大喊 教室里所有人 更是同时看向了苏妙妙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苏妙妙 快把棒球棍放回去 啊 苏妙妙冷笑一声 看着自己身后没有棒球棍 震动得格外剧烈的后门 击笑道 你们现在知道怕了 刚刚欺负我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们害怕 苏妙妙 你简直无法无天 莫愤尽愤怒地向她走去 苏妙妙看她走过来 立刻抓着门 不许过来 要不然我开门了 你要干什么 莫愤尽顿时停在了原地 看自己制服了他们 苏妙妙终于是出了口气 她看着所有人 我要你们 所有人都跪下来 扇自己耳光 扇到我满意为止 尤其是你美雪 雷鸣还有你莫愤尽 你们不把自己脸扇烂 就等死 美雪听到这里 立刻看向莫愤尽和其他人 卫松一群无关的人立在原地 紧拧着眉 莫愤尽目光直直地看着前面的苏妙妙 紧拧着唇 发疯的苏妙妙 眼里甚至有种讥讽和厌恶 只觉得自己当初会喜欢这样的女孩 真是瞎了眼 快呀 苏妙妙大叫 苏妙妙 老师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乖乖回来 老师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莫愤尽默然地看着苏妙妙 啊 你想得美 难道我刚刚被你们打 还能当作没发生吗 苏妙妙道 今天你们必须要付出代价 要不然全都给我去死 就知道你是个傻逼 脑子有坑的智障 你能威胁到谁 这时 一道文明的声音传来 拎着高压锅的韩清夏 站在窗边看着闹腾的苏妙妙 你开呀 你今天有种就开门 你要不开 你就是耸包智障傻逼250 你 苏妙妙被韩清夏气得 抓紧手上的门把手 但 他没敢往外推 赶紧的呀 你门一开 丧尸会第一个抓住你 先把你脑子给挖了 不过丧尸挖了你脑子 应该会很嫌弃 因为你脑子装的都是屎 众人 你不是想死吗 快点 你要是再晚一点 我的人就来了 你想同归于尽 都没人搭理你 苏妙妙听到这里 俏丽的脸上 就跟走马灯似的 不甘 愤怒 怨恨 不舍轮流展现 不管什么表情 他都不敢开门 而这时 他们门外正开来的大收割机 传来轰隆一声 发动机声音一卡 车轮不转了 老大 车坏了 韩清夏听到这里 往窗外看一眼 这时 魏松和美雪同时道 不好 我们往你们车轮里塞了棉花和木条 韩清夏 魏松和美雪 全都一脸愧疚地看着韩清夏 姐姐 对不起 得了 你们坑也是坑你们自己 韩清夏在懒得搭理这几个人 对着窗外的秦克道 秦克 车轮里有东西 好 秦克从车上下来 去修车轮 马达声音吸引了不少丧尸 好在他们都不要秦克 秦克钻进车轮 下面去修理车 知道自己犯大错的魏松和美雪 全都把头低得很低 愧疚得不成样子 他们真是自己坑自己 现在丧尸随时破门进来 是他们把韩清夏的车弄坏了 让他们坚守的时间变长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们悔不当初 老师 我们错了 我们那个时候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 我们那个时候害怕 以为大姐姐是坏人 会伤害我们 美雪眼睛泛起泪光 哭了起来 莫芬进看着她 叹了口气 事情已经发生 那就想办法挽救 等一下不管怎么样 老师都不会怪你们 好啊 苏喵喵看到这一幕 更来气了 美雪那个贱人 闯那么大的祸 你还好生好气的说不怪她 轮到我呢 你就凶我 吼我 还不给我出头 你双镖你根本不配当老师 苏妙妙 莫芬进火气冒到顶 她大步向苏妙妙走去 就在这时 哗啦 他们靠后门的一扇窗户 被丧尸撞开了半扇 玻璃茶从窗帘后飞出来 一只丧尸率先从外面钻了进来 万幸他们刚刚用了一堆桌椅 把窗户给挡了 现在丧尸卡在桌子腿 凳子腿的缝隙里 乌敖乌敖地推散着桌子 往里面钻 苏妙妙看到这里 吓得丢了手上的棒球棍往后躲 而要去找她算账的墨分镜 则是立马改变方向 扑向摇摇欲坠的桌椅板凳 挡住要冲进来的丧尸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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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松美雪雷鸣等一群人 全都跟着扑上去 顶住面前岌岌可危 要冲进来的丧尸群 哦 哦 丧尸们从那个突破的缺口 一窝蜂乌敖兴奋地往里面冲 一个 两个 三个 很快 他们面前的桌椅板凳缝隙里 伸出来无数只丧尸的手 这数只丧尸手指节弯曲 锋利固化地像鸟兽一行的爪子 嘎吱嘎吱地挠着面前的合金的桌子腿 凳子腿 一爪子下去 白色的漆面和里面金属蟹飞溅 在金属管上划开长长的划痕 尖锐刺耳的声音响彻所有人耳膜 呵呵呵 呵呵 哦 一只丧尸从桌椅腿缝隙里顶出脑袋 看着外面越来越近 鲜甜美味的食物 呜呜呜呜爆发出更大的力气 哐的一声 在凳子腿中把自己的肋巴骨撞折 狠狠把自己的脑袋向着前面伸出 食物啊 食物 呃啊 哦 丧尸终于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 张开血淋淋大嘴 一口咬向面前顶着桌椅的墨粉筋的肩膀上 哐当 一个棒球棍砸在他头上 美雪两手抓着棒球棍 喘着粗气 看着冲出来要咬他老师的丧尸 哐哐哐 他连续砸好几下 把丧尸脑袋砸扁 头骨牵进面前的板凳里 手上的动作才慢了下来 干得好 莫奋进赞许道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其他同学发出了求救 快来我这里 丧尸要过来了 美雪立刻冲到其他同学那里 看到要爬出来的丧尸 挥着手上的棒球棍 哐哐哐几下 把要挤进来的丧尸给捅回去 他们这些人 此刻就以这种形态 莫奋进带着一群男生 顶住桌衣板凳 美雪举着棒球棍 到处把要冲破出来的丧尸给打死 苏妙妙则是坐在地上 一个劲地往后退 惊恐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丧尸在源源不断地 往玻璃窗缺口涌入 他们所有人在坚守着 美雪棒球棍挥的都手抹了 莫奋进等人的肩膀 后背 只要顶着桌衣板凳的地方 都被撞了千万遍 尤其是莫奋进一只手 死死地抵着一张桌子脚 那只手已经酸到神经发麻 他死死咬着牙 哄 外面传来了车辆重新发动的声音 在窗边守着四级丧尸头 同时紧紧看着 琴珂那边动向的韩清吓到 再坚持三十秒 众人听到这里 再度生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三十秒 身上再痛也要坚持 二十五秒 快了 快了 二十秒 现在每一秒都过得极慢 慢到度秒如年 所有人身上忍不住开始爆汗 越来越多涌进来的丧尸 剧力推动着桌椅板凳 摇摇欲坠 真的摇摇欲坠 大家咬紧着 早就咬得酸疼的牙 坚持啊 十五秒 而这时 所有人听到一道声音 那 那里 苏妙妙惊恐地指着后门 所有都在坚持的人 这个时候全都看向后门 后门 他们的后门毫无抵抗啊 后面是往外推的 苏妙妙把唯一卡住门把手 当作门栓的棒球棍给拔掉 在数次外面丧尸的撞击下 门向外弹 有丧尸注意到了门往外弹的缝隙 有一点点变成 可以伸进手的缝隙 一只灰白的指节 弯曲的丧尸手伸进了门缝里 咔嚓 丧尸抓进来了 老师 梅学脸色煞白 举着棒球棍的他 在正愣半秒后 试图跑过去 把那只丧尸手给敲掉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哗啦 他们身后坚守的玻璃 全都爆了 更大批的丧尸一拥而上 全都冲进那摇摇欲坠的桌椅板凳上 全力顶着的墨缝镜等人 脚步都向后滑行了十厘米 那些大力的丧尸们 把桌椅板凳都推了十厘米 更多双丧尸手 或者丧尸头挤进了教室里 哐哐哐 哐哐哐 后门那只伸进来的丧尸手 再把门缝拉开 不过因为更多丧尸是无脑撞击 每次要拉开 就重新撞回去 但丧尸是无所畏惧的 他把自己的手紧紧往里面抠 手肘进去 手臂进去 头伸进去了 就在这时 所有人听到轰隆一声 车来了 车停在他们窗外的一刻 韩清夏推开窗户 抱着高压锅下去 先把跟着车过来的丧尸收拾了 都准备出来 韩清夏把这一面的丧尸清理完大汗 莫奋镜听到这道声音 终于看到了希望 快走 所有人松开手 转身奔跑 他们苦苦撑了许久的桌椅板凳 在这一刻坍塌 坍塌的时候 买了一大批丧尸 有效地给他们争取了几秒钟的时间 但是现在最可怕的是后门 那只伸镜头的丧尸 摇晃着被加了无数遍的尸体要进来了 与此同时 更多丧尸看到那道缝隙 一只又一只丧尸手 抓住那门缝往里面挤 哦 哦 所有人加速跑 美雪第一个跑到门口 她到门口的时候 身上没有力气 就在迟迟没爬上去的时候 一只手拽着她的衣服 把她丢上了车 大姐姐 现在起 我就得都得欠我的债 韩清夏一把把她甩进去 她重新翻进教室里 把下后面两个跟上来的男生 一手一个甩出去 回去给我当牛马 轮到连滚带爬过来的苏妙妙时 你也拉我一把 当牛马都不要你个废物 哎 死哪里死哪里 韩清夏一巴掌把她甩飞 落地的苏妙妙 看着相继要离去的 魏松雷鸣和莫奋进 急了 他们竟然真的要离开自己 他们怎么可以 还有韩清夏这个贱人 苏妙妙从地上扑起来 一把冲到推拉窗前 他死死抓着窗户锁 要我死 那大家全都死 哦 后门的丧尸彻底冲进来了 失守了 失守的后门远比有窗户那边更可怕 因为丧尸没有任何障碍 就可以把他们撕碎 这危机时刻 雷鸣全然不顾一把扑向苏妙妙 把他守住的窗户重新打开 老师 你们快走 他抱着他 滚向丧尸堆 雷鸣 不可以 莫奋劲也要扑上去 扑进来的丧尸们兴奋了 长长的爪子会像送上来的食物 韩清夏看着这师徒情深的一幕 叹口气 算了 还是得看他的 就在他要挥动异能的时候 忽然感受到 外面出现一股非常强大的精神异能 精神异能出现了一刻 扑向雷鸣他们的丧尸 全都停了下来 韩清夏抬起头看向教室外 此刻 教室内一片狼藉 靠近走廊的窗户碎了大半 阻挡丧尸脚步的桌椅东倒西歪 大量丧尸在堆叠的桌椅 蹬腿缝隙里往外爬 最要命的还是后门 后门被拉开了大半 密密麻麻的丧尸 猙獰可怖的 从畅通无阻的后门里冲进来 那只跑得最快的丧尸 已经跑到了教室中间 他们挥起锋利的爪子 下一秒就要扑到 滚过来的雷鸣和苏苗苗身上 哐 那拉开大半的后门 被人大力从外面关上 将那些要冲进来的丧尸 全都重新关在外面 哗啦 韩清夏听到要是摇晃的声音 他震惊地看着后门方向 有人在给他们把后门锁上 徐老师来了 他耳边传来一道兴奋的声音 莫奋静看着在上锁的门 和满教室强行被静止的丧尸 冲到雷鸣和苏苗苗面前 快走 快走 徐老师来就我们了 他伸出手去捞他们俩 雷鸣这时露出一丝苍凉的笑 老师 我走不了了 我被丧尸抓到了 你们走吧 莫奋静这时才看到 雷鸣的后背 已经被丧尸抓到了 这次没那么好运 他没那么多衣服阻挡 老师 我没有 你带我走 被雷鸣紧紧控制的苏苗苗大声喊 而这时 哦 雷鸣背后的那只丧尸 再度动了起来 在鲜活诱人的食物面前 高级丧尸的精神压制也挡不住 他一口啃在雷鸣的脖子上 温热的鲜血喷溅在雷鸣和苏苗苗脸上 苏苗苗吓得更大声地喊 救我 救我 老师 你们快走 雷鸣死死抓着苏苗苗苗对着他们道 哦 哦 哦 更多丧尸突破高级丧尸的精神压制 雷鸣抱紧苏苗苗用身体挡住后面扑上来的丧尸 墨分镜看到这一幕 他眼圈一红 想要冲上去把自己学生都救下来 魏松抓住了他 强行拖着他往窗边走 走到韩清夏面前 对他大声道 姐姐 快走 徐老师也撑不住了 徐老师 韩清夏听到这个称呼 心里咯噔一声 魏松重新把窗户打开 费力地推着他老师往外爬 他们全都体力透支 韩清夏看到这里 没有再停留 他一手一个 把人丢了出去 自己一个要子翻身翻过窗户 等他也翻过去后 自己身后的窗户搜得一声重新关上 是雷鸣关的 雷鸣抱着苏苗苗紧贴在窗口 他们身后 是一只只从窗户那边爬起来的丧尸 韩清夏隔着一片湿海 看到一道沟楼的丧尸背影从后门方向穿过 他从湿海里穿过 向着即将攻破的前门而去 把前门也给锁上 韩清夏看到这一幕 心脏被一只大手狠狠抓紧 他知道了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五楼四楼的教室全都上锁 那是因为 在丧尸爆发的时候 有个老师记挂着里面所有的学生 劈了命地冲回去 把他们全都锁在教室里 是要保护他们 哪怕他已经变成丧尸了 把教室的门上锁 不让丧尸冲进去 依旧是他的本能 韩清夏看着那道熟悉的身影 张了张嘴 老师 老师 再见了 同时 教室里传来雷鸣的声音 雷鸣紧紧抱着苏妙妙 他的脖子被丧尸反复啃食 鲜血从染红了大半衣服和半张脸 他隔着窗户 满是鲜血的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大家都再见了 在他怀里死死抱着的苏妙妙 则是一脸惊恐地拍打着面前的玻璃窗 他死死扒着被雷鸣紧握得插销 拔不开 不让他打开 救救我 救我呀 苏妙妙尖叫着 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 很快越来越多的丧尸从窗户处涌进来 他们嗡嗡嗡地扑上去 把面前仅有的唯一的食物蜂拥分屎 雷鸣 妙妙 在车里的墨缝镜屋的一声就哭了起来 他捂着自己的脸 眼泪不受控制地往外流 每一个学生都是他的命 就算是苏妙妙 就算是他 在最后 他还是想救他 死了 他们都死了 老师 老师 别哭了 老师 呜呜 梅雪等人全都围在墨缝镜身边 他们安慰着 眼泪啪哒啪哒地也忍不住往下掉 哄 开车的琴客一脚油门踩到底 轰隆隆的收割机重新启动 锋利的齿轮在铲车里转动起来 大量被声音吸引的丧尸学生们 蜂拥地扑过来 收割机碾碎这些丧尸学生们 轰轰地离开 蓝白的校服漫天都是 收割机强势在湿海的丧尸中学 碾出一条血路离开 韩清夏转身看着身后 西洋西下的教学楼 仍有无数的丧尸同学 从教学楼里冲出来 如果不是漠视 这一幕该是他们下课去吃完饭 在漫漫丧尸潮中 韩清夏看到了一道 稍显格格不入的沟楼背影 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丧尸 慢吞吞地随着诗群 走到教学楼门口 他灰灼的眼睛 不知道是带有一丝人性 还是只遵循丧尸听声音的本能 他紧紧地看着那辆离开的车 那辆车上有他曾经教过的学生 离开了 徐老师 再见 韩清夏道 轰隆隆 轰轰轰 一路火花带闪电 在夜色正式吞没大地的时候 韩清夏回到了盛夏联盟的领域 此刻他们所有人面前 是铺成一条线的丧尸 在车后座 三人位置上挤了六个人 莫奋进等人逐渐从离开自己学校 失去同伴的悲痛中缓下来 他们就看到面前那浩浩荡荡的丧尸群 姐姐 前面好多丧尸 怕什么 没雪就看到漆黑一片的前方 竟然亮起了灯 高高的射灯 在二三十米的高塔上落下来 照亮了他们前面的路 所有人看到了一整面 严绵威武道 看不到尽头的钢铁长城 所有的丧尸都被拦在了钢铁长城外 随着他们的车向前前进 面前五百米范围的丧尸群 全都被轻搅 蹭 蹭 蹭 哒哒哒 哒哒哒 大闸刀和加了消音器的枪声 同时响起 堵在他们前路的丧尸 就跟韭菜一样 哗哗的被轻搅掉 他们身下的装甲车 半分停顿都不需要 行走在一片湿海之中 向着面前 威威壮观霸气四射的钢铁城墙而去 所行之处 有钢铁城墙上的 射灯为他们照亮前路 随着他们到了大门口 钢铁城墙大门一压升起 寒清夏的车在门口停了 一个穿着作战服 高大健硕的男人 抱着枪站在副驾驶外 尿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尿 收获不小 月途往他车里看了看 他车后座 还坐着五六个人 这五六个人 全都一脸猛逼家警惕地 看着外面的男人 就跟一群小白兔 看到一只大狮子一样 怎么会有这么凶猛的男人 这不算什么 收获在这里 寒清夏把手上抱着的 高压锅举了举 月途看到高压锅 就嗅到浓烈的丧尸气味 丧尸脑袋 对 四级丧尸 听到四级丧尸 月途如虎一般的眼睛一亮 再看着寒清夏 冲他竖起大拇指 厉害 他现在异能等级 虽然达到了五级 但要他一个人对决四级丧尸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看寒清夏一脸轻松 用高压锅 把四级丧尸脑袋端回来 月途只想给他狠狠竖大拇指 牛 这妞 一直都是牛 我先回去了 有事 去吧 月途冲他一笑 他往后一推 所有人立在两边 给寒清夏近里离开 从第一道防线离开后 坐在后座的几人 全都是傻眼的 他们瞪着懵懂的眼睛 看着在所有人 禁离离开的寒清夏 怎么觉得 面前人不一般啊 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很快 随着收割机继续往前走 他们在黑夜中 看到成片成片的麦田 老师 你看那个 是麦田吗 墨奋进抬了抬碎了一半的眼镜 仔细观摩着道路两侧的凉田 对 是麦田 还种了玉米 大棚菜 墨奋进震惊道 怎么能恢复大规模种植了 丧尸呢 他们怎么在遍地丧尸的地方 恢复这么巨大的种植面积 他们不怕丧尸吗 很快 他就看到亮灯的城市 老师 你快看 前面亮灯了 美雪惊呼 所有人在黑夜中看到一盏 两盏 一行 两行 一大片专属人类文明的灯光 是城市 墨奋进震撼道 是城市啊 人类竟然重新回到城市生活了 他们所有人 就跟流老老进大观园 古人穿越现代一样 坐着寒清夏的车进到A市里面 越往里面进 他们震惊的嘴巴就长得越大 到后面 他们彻底猛了 干净整洁的街道 来来往往下了班散步的人群 有非常安全 在外面玩耍的小孩子 又已经成形成规模的夜市街道 热闹的夜市街道上有热腾腾的包子 稀饭 炒菜 烤香肠 大锅菜 串串 他们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彻底惊呆了 他们穿越了吗 收割车停在中央区的一个广场上 车停下后 欢迎来到 盛夏联盟 韩清夏转头看着身后一群震惊的说不出话的人 莫奋进震撼无比的看着韩清夏 小姐 这就是你说的 多基地联盟 对呀 我没骗你吧 莫奋进等人 这哪里是没骗他 这简直是低调过头了 他们根本想不到 韩清夏说的多基地联盟 会是这么壮观热闹的大都市啊 莫奋进以为就是 最多就是比他们学校大一辈的一个偏僻地方 建出的人类聚集地 很多个小基地的人凑在一起 抱团取暖 一起对抗外面的丧尸潮 联盟内部极有可能一片混乱 卫生条件差 居住条件差 吃喝更不敢想 人和人 基地和基地随时都会有冲突的地方 但他根本想象不到 会是面前这人类灯塔一样的地方 他想到他们进来的第一道城墙 钢铁一般的城墙 挡住了千千万万的丧尸 城墙后面有大面积全机械化种植的土地 无比充沛的物资供给 还有这整节有秩序的城市 这简直是末世里所有人做梦都想来的地方 他们竟然来到了这里 从现在起 你们就是我基地的人 你们愿意吗 韩清夏道 愿意 我们愿意 这次不等梅雪他们说话 莫分进第一个答应 不答应都不可能 他们掉进了金窝里啊 随着他们答应 韩清夏的人口 积分加了600 以及还多了三个技能 两个速度亦能加成 现在速度力量这种加成 对他已经没什么明显提升了 毕竟速度力量达到一定程度 在网上突破一点点都是极为艰难的事 韩清夏的速度力量 已然是现存人类界最强者 速度异能虽然没什么很大用处 但是韩清夏还多了一个技能 第一 恭喜获得直线加速 韩清夏听到脑海里这个新异能 眼睛微亮 直线加速 在直线奔跑状态下 速度加成一倍 但不能拐弯 韩清夏想到了 刚开始遇到莫分进的时候 莫分进跑起来就是直线 原来就是这个异能 韩清夏心领神会 默默收下 奇怪异能加一也是底牌加一 不管有没有用 他这时又想到自己系统奖励的大礼包 韩清夏就到你们等一下就去找一个叫楚艺的 他是剩下基地的管家 他会给你们安排事情 以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找他 他会很热心给你们解决 莫分进没学等人听后 全都连连点头 好 基地长 韩清夏把他们打发走 就带着高压锅先去找他小姨 莫分进等人在一片热情的人指点下 顺利找到了还在工作的楚艺 你好 你是楚艺 莫分进看着戴着后眼镜 一脸敦厚圣人模样的老好人楚艺 对对对 是我 你们有什么事 楚艺热情道 我们是新加入剩下基地的人 是基地长让我来找你的 楚艺立马露出了然之色 哦 我又多了六个牛马兄弟 众人 莫分进等人在楚艺那里做了登记之后 就给他们分配了住房 并且亲自带他们适应剩下联盟的生活方式 现在空房子很多 你们想住哪里都可以 选好了我就给你们定下来 这里住房免费 莫分进 他们看到满大街随他们挑选的房子 陷入了第一波震惊 剩下联盟内 居民住房是不用钱的 居民只要每天缴纳十几分的税费 并且新居民前一个月是免税的 住房不用花钱 这简直比末世前还梦幻 但是日常的生活都要用积分交易 积分可以在我们的商店购买一切商品 吃的 喝的 用的 穿的 不过你们明天开始上班 你们工作的地方都会管三餐的 你们不用担心刚开始吃不上饭 大家听到这里再度倒吸一口气 还包饭 这到底是个什么神仙地方啊 这个时候 挤人的肚子香气咕咕叫 厨医听到后 你们都饿了吧 我请你们先吃顿饭 莫奋进听到这里 我们身上还有点物资 他已经大概摸清楚了剩下联盟的规则 这里生活开销都要用积分 积分获取肯定很难 能给他们温饱再结余一点就不错了 让人家请趟吃饭 那要花很多钱 多不好意思 你们身上还有物资 厨医听后 抬了抬后眼镜看着他 是的 我们还有泡面 莫奋进身上的衣服里 塞了很多泡面 这些是不是要上胶 他如实道 作为社会经验丰富的老师 在知道有基地这种文明形态后 他就知道 基地那一切个人财产 都只能是基地的 基地给他们提供庇护 他们自然也要付出财富 尤其是剩下联盟这么好 把全部物资上交 也不是什么问题 厨医看了看他们 这些人藏的 都碎成渣的泡面 摇了摇头 我们早就不强制收人物资了 你们这些东西要是品相好 可以找小夏兑换积分 但是这么差 要不留还是留着喂猪吧 众人 妈 他们天天吃的 墨市里这么珍贵的泡面 路边开的夜市炒菜摊 劈里啪啦点了六七个菜 什么红烧肉 炒肉丝 炒鸡蛋 炒鸡块 炒食书 每样都让墨分镜等人 震撼的瞪大了眼睛 这可是墨市啊 墨分镜听到那一大串菜 连忙道 楚小弟 够了 点那么多 要花很多钱的 他看到了 就算是在夜市里 吃饭的人不少 但是像楚一这样点 这么多菜的也就他一个 这得多贵啊 不要担心 我们剩下基地很富足 楚一冲他们一笑 就算是在剩下联盟 我们也是最有钱的 众人 你们运气好 进到我们老大的基地里来 我们剩下基地是 整个联盟里 薪资待遇 福利待遇最好的 我们老大最有钱 所以我们也最有钱 整个联盟58家基地 我们剩下基地的财富 是他们57家家一起 都赶不上的 众人 大家闪着一双双震撼的眼睛 看着楚一 那我们基地长也是联盟的 是的 也是我们联盟蒙常 楚一脸上露出 无比崇拜之色 我们老大是我见过 最了不起的人 他一心希望的末世前 平安繁荣在 韩清夏手上重现 在混乱危险的末世 为所有人撕开一片净土 韩清夏就是他的神明 其他人心口 则是掀起惊涛骇浪 把他们救出来的人 真的不是普通人啊 人家不单单是联盟一员 更是联盟蒙常 还是联盟内最有钱 最有实力的蒙常大人 一道道鲜炒出来 热腾腾 喷香的菜端了上来 美雪和卫松 看到这一大碟 满满当当的菜 就想到 今天韩清夏给他们吃的饭 他说 这是他联盟内居民的日常 韩清夏说的 都是真的 老师 我们来到天堂了吗 美雪道 是的 这就是我们追寻的地方 莫奋进双眸闪动道 快吃吧 楚衣温柔笑着 所有人拿起筷子 颤抖着加起菜 香浓美味的菜入口的时候 简直跟做梦一样 莫奋进震撼死了 他的选择没错 太正确了 美雪和卫松两人 之前吃过韩清夏的一顿饭 在吃依旧是感动震撼 他们这个时候心里想的只有 要是其他同学也跟来了多好 雷鸣要是看到大姐姐的实力 他肯定会被他彻底折服的 一群人就跟逃难的一样 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的吃着 这熬出来的第一顿饭 韩清夏把四级丧尸脑袋 交给了欧阳兰 病毒研究室 修建了非常安全的丧尸管理舱 用的材料都是系统内兑换的 不会担心四级丧尸 对研究室的破坏 欧阳兰拿到了高级丧尸后 立马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全身心投入科研里 都没有缠着韩清夏 轻轻抱抱取高高 韩清夏正好得了空闲 从欧阳兰那里离开后 回到自己防空洞里 开盲袋 你有十个异能百宝袋 99.99%开出普通奖励 0.01%开出稀有奖励 发财 发财 汪汪汪 发财汪汪从狗狗里奔跑出来 韩清夏狠狠摸着发财的狗头 抽奖 第一个盲袋打开 五颜六色的光在韩清夏脑海里飞过 第一 恭喜获得稀有奖励 预知奖励 韩清夏 发财 汪汪汪 发财感觉自己好像立功了 疯狂摇着尾巴 其他狗子们更是同一时间 极度地冲上去 全都围着韩清夏叫 韩清夏兴奋地抱着一群狗子继续抽 第一 恭喜获得稀有奖励 精神奖励 韩清夏 发了发了 我的宝贝们 第一 恭喜获得普通奖励 力量变异 第一 恭喜获得普通奖励 速度变异 第一 恭喜获得普通奖励 火稀一能 第一 恭喜获得普通奖励 力量变异 第一 恭喜获得普通奖励 力量变异 第一 恭喜获得普通奖励 速度变异 第一 恭喜获得普通奖励 速度变异 人抽了两次稀有奖励后 开了七次普通奖励 夏天这个时候 醋意满满的熬了一声 冲开所有狗子 扶到韩清夏怀里 韩清夏抱着自己的心肝宝贝 抽最后一发 第一 恭喜获得稀有异能 卖冲 韩清夏发了 十次抽奖 三发稀有异能 非常难获取的精神系异能 又来了一个 预知异能让韩清夏惊喜坏了 预知异能 预知500米范围内在 未来三秒发生的重大危险或机遇 他见过有人用预知异能 荣因 荣因曾经就用过预知异能 差点坏了他坑他们的计划 他现在有了一个和荣因一样的技能 500米范围内在 未来三秒发生的重大危险 这几乎就是一种强力第六感 以后如果有人想要坑他 他会更加提前感知到 不过这看起来也有限制 就是危险在他500米范围内才有效 这也够了 关键的500米足够逃命 韩清夏的底牌又多了一张 看完预知异能 他看向最后夏天冲过来 给他代符抽到的卖冲 卖冲 15-10米范围内 所有异能者和异能丧失 异能丧失 持续时间是精神力而定 韩清夏挖哦 他眼冒金光看着最后抽出来的大杀器 卖冲 使用实能使异能者和异能丧失的异能都是零 妥妥大杀器 这要是用出去 那些想进他身的丧失 或者异能者异能消失 那不就是他的彻底主场 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吗 汪汪汪 汪汪汪汪 汪汪汪汪 带着扶运的狗子们围着韩清夏汪汪叫 韩清夏看着面前的宝贝狗子们 这么低的中奖率 他今天连着抽了三个稀有异能 其中两个都是大杀器 另一个精神吸异异能 同样是最基础好用的异能 今天大赚 赚妈了 宝贝们 好样的 韩清夏一个一个的抱着亲 从空间里拿出一堆新鲜生骨肉 奖励给他们加餐 自己则是开始吸收这十个异能 七个普通异能暂时不动 三个稀有异能 他自己全用了 虽然他可以把这些异能都给自己手下 他们获得 自己也能复制获得 但是这仅仅只限于他已经拥有的普通异能 这种超级稀有的珍惜异能 他是绝不会给别人的 哪怕他可以复制过来 他自己不要的 多余的对他几乎没有什么用的 他都稀少的 还好不容易获得的东西 怎么可能分享给其他人 就像是物资和食物 那都得他自己多到非常富足 才会分给其他基地 带他们一起玩 所以这种珍惜资源 他绝不会脑子有病的先给别人 韩清夏先有 其他人才能有 他还没有 任何人都不能从他这里拿到 精神异能 预知异能和脉冲 他全都吸收之后 面前还有七个普通异能 三个力量变异 三个速度变异 还有一个火系变异 还是最大的 元素系的少 他上一次抽到一个火系 看起来运气也不错 好在这些都挺有用的 韩清夏把徐少阳和金虎 分别叫进来 每人给他们分了一套 速度异能和力量异能 他什么都没说 就让他们吃下去 都达到极高中程度的徐少阳和金虎 一点怀疑和犹豫都没有 韩清夏说吃就吃 吃完他也没说什么 就让他们这两天好好锻炼 两人点头称是 离开了防空洞里 还剩下三粒 速度力量和火系异能 韩清夏想了想 收了起来 秦克嘛 就不给他了 他一能那么逆天 不怕丧尸咬 有危险第一个跑 命保护得比谁都好 不用给他 这三粒一能他认真思考过后 暂时先留着 后面看谁合适再给 一夜好眠 第二天一早 欧阳兰就给他传来了好消息 他一晚上不眠不休的实验 把丧尸喷雾剂的效果攻破了 他的喷雾剂 现在能有效阻隔 四级丧尸三秒 普通丧尸能阻隔三分钟 一级二级丧尸的组合效果 能达到半分钟 三级能达到十秒 四级丧尸三秒 这种程度 应用在丧尸战场上 简直逆天 韩清夏让欧阳兰带领科研组 全力制作喷雾剂 把喷雾剂更广地应用在第一线上 他感受得到 人类和丧尸的天平再度倾斜 他们现在是抵抗状态 到人类反扑回去 不远了 韩清夏在科研领域得到突破后 对基地的建设更加上头 他现在觉得自家基地多一片马 多一个人口 都是最有意思的事 在他跑到齐桑那 让他在写十份发展报告 确定新发展发现时 陆其言找到了他 清夏 宁莫又找你了 韩清夏听到宁莫的名字 眉头一皱 上回把三家方舟基地搅了搅 让他们都忙于自己基地的事 他也没想到搞事情方向 就懒得搭理那三家垃圾基地了 陆老爷子说得好 想要支霸他们 一切阴谋阳谋的基础 是自己基地的强大 韩清夏觉得 还是发展自己基地先 趁着他们都疲惫阶段 快速壮大 搞事情等一等 这会儿 宁莫的名字又响起了 他烦得要死 那个傻逼要干嘛 他 他要来提亲娶你 陆其言道 韩清夏 这种傻逼是 你就不能解决吗 你不还说 你是我哥哥吗 就这么当哥哥的 陆其言 我明令拒绝过几次 他说 要亲自过来提亲 三天后就来 韩清夏翻了白眼 你就跟他讲 我已经嫁了人 老公好几个 孩子怀疑我 他来晚了 陆其言 去呀 韩清夏一脚 把陆其言踹出去 一转头就看到 其桑钉着他 萌娜丽莎的微笑 笑你吗 写报告 韩清夏从其桑那里离开后 在基地巡视了一圈 到学校里看一看 他基地的方方面面 蒸蒸日上 随着气候转暖 最恶劣的末世 前三年气候即将熬过去 以后土地的产出 会越来越好 农业供给稳中有劲 上辈子末世 前三年的恶劣气候 直接断送了 东部地区人类发展的可能 在和丧失对决中 彻底陷入被动 这一事 这一条直接解决了 工业方面 所有居民都在各个工厂 参与生产运输安装 第一道防线建立好后 现在正在建造第二道防线 工业领域 也暂时不用韩清夏催促 有条不稳前进 科研方面刚刚有了新突破 现在韩清夏的联盟内部 也就学校方面 一直都在默默地 吸收他的资源 迟迟没有给他带来收益 不过韩清夏知道 学校是未来 不用急 急不得 给点时间下去 学校带来的收益 才是真正无穷无尽的 校长好 校长好 韩清夏到学校内视察 他一进去 营业广场上 所有学生都兴奋起来 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是的 韩清夏是学校校长 作为盛夏联盟的总萌厂 韩清夏不但是 他自己基地的基地长 还是农场主 所有工厂厂长 科研院的院长 以及学校校长 总之 他是所有人的老大 同学们好 韩清夏和善地 对着这一群学生道 校长 您怎么来了 现在兼任 负责学校教育的 王教授道 随便看看 刚好 明天学校要去第一线 进行期末考试 校长你要是有时间 明天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韩清夏眼睛一亮 行 我去看看 随着他话音落下 操场上的孩子们 都兴奋起来 韩清夏看着他们 你们都加油 年纪第一的 我亲自给你们发奖学金 奖励丰厚 哇 谢谢校长 谢谢校长 此起彼伏的孩子 欢呼声响起 韩清夏跟孩子们摆了摆手 继续巡视他的其他领地 此刻 一号方舟基地 五层高级管理者休息区 一个面容俊逸的男人 盯着面前的显示屏上的回复 脸上的表情阴郁至极 在旁边候着的康博士 和另一个三层管理者 感受到他不满的情绪 抬起头看了看屏幕 一抬头 就看到一行回复 我妹妹已经结婚嫁人 刚刚查出怀孕喜讯 还是多胞胎 宁公子还是令泽良人 勿在纠缠 那个女魔王怀孕了 还怀了好几个 康博士看着上面的字震惊道 听到这里 宁诺抓着座椅把手 暴怒一拍 骤然外放的精神力 把面前的显示屏震爆 碎屑飞溅 倒霉的康博士 康复没多久 就被碎玻璃扎了一身 他赶紧闭嘴 一旁三楼的管理者赶紧道 副基地长 你不用跟那种小地方的野女人生气 他们不识抬聚 有的人识抬聚 我们一号基地的美人任你挑选 你想要什么样的 用什么样的 砰 他说完 周围的玻璃板全肚爆裂 玻璃茶漫天飞 康博士和三层管理者 吓得全都缩起来 感受宁默此刻暴风骤雨的愤怒 卧槽 他们没见过宁默生气 生成这样的 哪怕上次他们基地爆发丧失病毒 死伤那么多人 他都没当回事 生过气 今天被K1基地那边命令拒绝 就生气成这样 这时 他这种强烈起伏的情绪 引来了另一个人 你怎么了 一道冷冰冰的声音 在几人身后传来 康博士两人 跟看到救星一样 看着来人 基地长 基地长 一片碎玻璃中 一个全身包裹岩石的年轻人 冷冷地看着他们 出什么事了 宁默阴沉着脸 不讲话 旁边的康博士小心道 副基地长被人拒绝了 谁 K1基地的那个女女的 就是之前营救过我们 但是砸了我们很多的东西的女的 康博士咬牙切齿道 基地长听到这里 眉头紧皱 基地聚会 但是那个女人一直不识抬举 三层管理者补充道 她连着拒绝我们副基地好几次 这一次更是命令拒绝 什么原因 她说她已经结婚了 还怀了好几个孩子 让我们副基地长不要骚扰她 三层管理者如实道 砰 一声暴怒 宁默一脚把三层管理者踹飞 强大的精神力从她身上爆发 如千金大山一样 压在那个三层管理者身上 层层精神力压迫得她痛苦不已 再这样下去 她没多久 就得被宁默的精神力折磨死 够了 冷冷的声音打断宁默 她感受着宁默剧烈的情绪 你就那么想要她 对 哥哥 我就要她 宁默转过头 疯狂地看着她 对视着她的眼睛 宁霄冷冰冰道 你想要 那就要 嫁人怀孕又怎么样 嫁了人就把她男人杀了 怀了孕把孩子打了 敢反抗 整个基地都吐了 一个外界小小的基地而已 以后别再为这么点小事不开心 惊动我 宁霄说完 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郁闷已久的宁默 则是拨开云雾 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对 就是小事而已 现在可是末世 一去嫁了人 怀了孩子 就能把他打发掉吗 就算他嫁了人 怀了孩子又怎么样 嫁了人 那就把男人杀了 有了孩子 就把孩子打了 敢反抗他们 就是找死 他之前好生好气跟他们讲 还让他们以为 他们真的好脾气 那么一个小小的K1基地 在外面丧尸世界 就跟一只蝼蚁一样弱小 他们一只手 就能把他们捏死 不识抬举 站在旁边的两人 则是同样道 副基地长 明天我们跟你一起去 你能看上那个野女人 是他的福气 他在不识抬举 他们基地就等着灭亡 没错 一二再再三给他们脸了 明天敢反抗 直接图 康博士则是眼底 藏不住的兴奋 总算让他找到 报复韩清夏的机会了 4日 韩清夏一大早 就开车到第一道防线上 他到的时候 剩下联盟学校里 400多名学生已经到了 所有学生都穿着 联盟内部统一发放的 高分子作战符 一个个从头包到尾 今天考试的内容只有一项 那就是杀丧尸 所有学生 可以使用枪支刀具 等一切武器 只要击杀了丧尸 就算成绩 当然 为了保护一下 还在幼年期的花朵 月图一大早 就把外面的考场 提前收拾过 每个考试区域 只留了一百来只丧尸 同学们看到韩清夏岛 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 都写满了兴奋 大家都加油 是 校长 考试的年龄是八岁 剩下联盟内的孩子 有明显的断层 八岁以下的幼儿 非常非常的少 八到十岁 这个年龄断的也不多 孩子们主要集中的年龄 都在十二到十四岁 因为末世中 孩子和老人 真的是死亡率最高的部分 不管是末世初期 还是末世进行中 弱小者们 一直都是被欺凌的对象 不过有一点 能活下来的小孩子 都已经不是小白兔 面前这些孩子们 在没加入韩清夏联盟之前 每个人都经历过 最残酷的末世 他们每个人眼里 都有勃勃的幼虎之光 韩清夏很认可这种精神 他上辈子的印象里 能活到末世后期 小孩子和大人 在心理上早就没区别 唯一有的区别就是 小孩子弱小 很少有资源留在他们身上 他们在胸在狠 也很难跟大人争利益 只会一直被强壮的大人欺凌 他们想活下去 只有比大人更狡诈才行 现在 他给这些弱小的孩子们 成长的机会 给他们资源 再弱小也不能被欺负 再弱小 也有实力对抗末世 考试开始 每一百人分到一片考试区域里 他们现在每人手上 有一只枪 两发子弹 一只丧尸是及格 两只是优秀 子弹都打空了 也没杀死丧尸的 可以下去用刀绞杀 砰砰 砰砰 砰 城墙上枪声噼里啪啦响起 第一组的孩子们 结束完射击 一百个孩子 命中率高达93% 两发全命中的概率 高达70% 最重要的是 不管命没命中 没有一个孩子 是恐惧丧失 不敢开枪的 教得真不错 月途站在韩清夏身边 甚是满意道 韩清夏同样惊喜地点了点头 很快剩下几组都开始了 几组平均值命中率 都在90%以上 两发全命中在60% 这也就是第一场考试 合格率就在90% 优秀率在60% 后面实战近身搏杀 孩子们的合格率优秀率 只会更高 孩子们教学水平很高 此外 12岁以上的孩子们 都会开车 年纪小的 因为身体原因 还没教他们开车 他们的表现一样不差 韩清夏对学校的 教学成果很满意 再过两年 这一批孩子们 就可以到各个战场上 成为新的顶梁柱 就在下面如火如荼的考试时 一架直升机向着东部飞去 飞机上 康博士看着卫星地图 K1基地应该是在 A市B市交界地带 按我对他们司令的了解 选址肯定是在 一守南宫的峡谷地带 避开放尸巢 建立一片小基地 康博士一边说着 直升机一边向着 他说的地方靠近 外面的丧尸多多呀 想要在遍地丧尸的地方 建立基地 那是多艰难的事 K1基地 这种大型基地 一定选址在远离丧尸的地方 但这种地方很偏僻 生活条件非常艰难 康博士已经想好了 K1基地的样子 肯定是一个破败的 到处都是棚户 人跟牲口一样 挤得破烂基地 基地内的生活条件 差得离谱 尤其是他们这一路飞过来 遍地丧尸 更加深了他们的印象 就这种垃圾基地 还敢拒绝他们基地 K1基地真是不知好歹 外面都成什么样子 我们副基地 长愿意给他们一个 依附我们的机会 他们还拒绝 简直可笑 三层管理者道 穷山恶水出刁民 越是那种穷困的地方 出来的人越蛮横无礼 康博士一脸讥讽 等下他们 最好乖乖把人交出来 要不然 我们一定一平他们基地 上次韩清夏 把他实验室毁了这一筹 他可记得狠狠的 今天 他怎么都要他们 K1基地双倍还之 康博士 你多虑了 他们怎么可能不交出人来 他们那个小破基地 拿什么跟我们一号基地叫板 三层管理者道 随着他话音落下 他们从康博士 标记的地方飞过 让他们意外的是 竟然看不到任何基地的存在 K1基地不在这里 并默睁开眼冷冷道 在附近飞一飞 他们肯定在这里 直升机在原来 K1基地的营地区飞过 但是他们没看到一个人 一个基地 飞机上的一行人眉头一紧 奇怪的看着脚下的峡谷区域 K1基地真的不在这里 但是 不在这里能在哪里 他们那个小破基地 是不是被丧尸围成吞没了 三层管理者道 随着他话音落下 他们所有人看到 前面一片延绵树百里的钢铁长城 在钢铁长城外 是数以十万计的丧尸群 一次铺开 被钢铁长城阻挡在外面 无论丧尸有多少 全都被阻拦在外面 没有一直能突破钢铁防线 所有人都惊呆了 那是什么 康博士从座椅上站起来 不可思议地把脸趴在弦窗边上 看着面前那一道壮观无比的钢铁长城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一道 威严壮阔的钢铁城墙 你们快看 那上面 是不是有人 三层管理者道 随着他的话 所有人看到了城墙上竖起的机枪 啪哒啪哒对着下方的丧尸群扫射 不消片刻 那聚拢的一批丧尸就被消灭掉 还没等他们惊叹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钢铁城墙开出好几道门 一辆辆他们没见过的超大型车 拈压着外面零散的丧尸 浩荡奔奔出 而在这片钢铁城墙的后面 他们依稀看到了辽阔的种植田 和傲然屹立的城市身影 这一刻 他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直升机向着钢铁长城快速逼近 很快 他们看清楚了面前这道钢铁长城 是真的钢铁长城 从北至南 绵延数百里 真正地将外面的丧尸 和里面的城市隔绝开来 所有丧尸被都阻挡在外面 眺望钢铁长城内部 没有一只丧尸 这也就意味着 这真的是修建出来 用来抵御丧尸巢的 难道这里末世前就修建了钢铁城吗 康博士不可思议的 不可能 三层的管理者同样震惊无比 末世前只有三家方舟基地在建设 而且还是低调建设 这个位置要建这么一堵墙 根本谁都瞒不住 那也就是说 这道城墙就是这三年修建起来的 康博士更加震撼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 在丧尸巢的末世里 修筑起这么一道 让人探为观止的城墙 这可是末世啊 他们怎么能组织这么大的人力物力 还要同时抵抗丧尸建造出来的 这个时候 他们看到了瞄远的打斗场面 在前方钢铁长城下 打开一道门 出来一群人在和丧尸巢近身搏斗 近身搏斗 要知道他们出去击杀丧尸 都是里三层外三层 装备无比精良 携带满大量火器 以及异能者团开道 才敢出去杀丧尸 而那里 似乎都是 怎么个子都很矮 那是一群儿童团 三层管理者惊呼 康博士顿时不知道说什么 眼前的儿童团 都比他们的作战员更强 副基地长 我们好像被骗了 他扭头看向宁墨 韩清下的K1基地 根本就不是什么小破垃圾基地 而是一个完全不输 他们地下城堡的超级大基地 甚至比他们基地更强大 这里有数百里的钢铁长城 有清空丧尸的大片安全区和城市 更有恢复生产的种植田 和作战勇猛的士兵 他们被骗了 被骗惨了 一个超级大基地 一直在他们眼皮底下半猪吃虎 他们从未察觉 闭嘴 宁默不说话 他死死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脑海里全是韩清下的样子 目光灰色难辨 原来他的实力这么强 看起来根本不说他们一号基地 副基地长 我们现在怎么办 还要降落吗 三层管理者震惊完道 此刻 钢铁城墙上方 韩清下正专心致志地 看着下方的实战战场 下面出了不少 让他眼前一亮的少年们 这些孩子们的实战水准 完全不输一般的成年人 就在他看着几个 很不错的苗子时 一幕画面快速在他脑海掠过 他立刻抬起头 看向西北方向 怎么了 有人要来 有人要来 悦途不解 他抬起头跟着 看向西北方向 果然下一秒 他就看到一个小黑点 向他们这里靠近 小黑点越来越近 一道直升机轰鸣的声音 随之传来 是直升机 便携防空导弹给我 韩清下对悦途道 悦途立马把一个 单兵携带的大炮筒 给韩清下 韩清下预知到 头顶的直升机 将会在掠过他们头顶后 快速折返 折返 哪来的傻逼 能让你跑了 韩清下举起大炮 对准面前逼近的直升机 向着他们折返的地点开炮 似乎是上面的人 看到了下面韩清下的动作 正在做折返运动的直升机 忽然调整方向 但是他们刚一转弯 下面的韩清下 就跟着跳转炮筒 副基地长 我们被发现了 三层管理者紧张道 这下面的人 是多敏锐的作战直觉 那炮筒随时对准 他们下一秒的方向 直接降落 韩清下在掉转了 两次炮筒之后 头顶逼近的直升机 停止前行 开始直线向下降落 向着钢铁城墙的内部 向下降落 向下也不行 谁允许他们停他家了吗 去丧尸那边去 哄 韩清下一炮轰 在那直升机的尾巴上 直升机上的所有人 尾部被贯穿的直升机 猛烈摇晃 改变原来的落地方向 向着城墙另一边 丧尸堆那里而落 紧急时刻 十几个人 从直升机上 跳伞跳了下来 轰隆一声巨响 直升机落进了丧尸堆里 这十几个紧急跳伞的人 落到钢铁城墙之上 有一个倒霉的降落地点不稳 掉进了丧尸堆里 眨眼就被丧尸群吞没包围 这让上面的一行人 全都目光一冷 而这时 数十把枪对准了他们脑袋 我们是一号基地党 不许开枪 康博士连忙大声道 十几个人里 穿着作战服的人员一拥而上 把身后一个 穿着白色制服的男人保护起来 一号基地 这时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韩清夏带着月徒等人 缓缓走上去 两边的人一散 韩清夏一眼看到了 面前正中央的宁墨 宁墨此刻正目光复杂地 看着韩清夏 一双深邃的眼睛 浮出各种神色之光 哟 这不是小宁吗 宁墨听到韩清夏的声音 是我 你怎么来了 我来宁墨把后面的花 给吞了回去 他来干嘛的 他来带走韩清夏的 为此还带了 十几个基地异能最高的守卫 他原先想着 十几个人怎么都够了 韩清夏的基地人是猛 但是他们这些人 把人带走还是足够的 不答应 他们立马就能把他们基地毁了 现在 我来看看你 宁墨改变了他的目的 你看看你怎么搞的 来看看我不提前通知一声 突然来就跟要袭击我一样 我把你直升机炸了 这算谁的呀 算我的 宁墨道 那你们现在这是 我让我基地的直升机重新过来 下次再来找你玩 韩清夏盯着他 微微一笑 这来都来了 还下次干什么 先留我这里 我带你好好玩玩 你们都傻站着什么 赶紧迎接一下我的朋友 把他们的武器装备都卸了 别累着他们 宁墨等人 卸武器装备 别累着他们 韩清夏敢不敢在热情点 宁墨一行人 全都看向宁墨 宁墨则是盯着韩清夏 怎么 小宁你们不肯 你们不是来看看我的吗 哪里有带武器来找我玩的 对吧 宁墨沉默片刻后 抬了抬手 所有人都把武器交了出去 同时还有通讯器 通讯器不可以给你们 康博士道 韩清夏懒洋洋地看向康博士 你是老康 对 是我 康博士这段时间休养得很不错 吃了很多补品 现在非常的健康 韩清夏微微一笑 你还活着呢 我还当你死了 康博士 你们来是客 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交通讯器是怕你们累着 你们想要跟你们基地联系 就找我 一样的 对不对 小宁 宁墨对视着韩清夏的眼睛 最终到 交出去 所有人再次把通讯器 也给交了出去 这一次 他们身上除了一身衣服 就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 这来的都是异能者 不过异能对韩清夏来说 就没什么威胁了 韩清夏看着面前 这已经都泄了攻击性的一群人 微微一笑 来着是客 这段时间先住我这里 我会好好招待你们的 宁墨 好 他一口硬下 韩清夏把考核现场交给月图 先把宁墨这一行人带回去 路上 他在认真思考 怎么处理宁墨这群人 宁墨突然来他基地 把他藏着的超大联盟曝光了 他肯定不能直接放宁墨回去 但是 直接杀了他的话 也会引起一号基地的警觉 等他们大举过来的时候 必然要开战 虽然韩清夏深知 他联盟曝光是迟早的事 这么大一个地上城 三家基地 但凡有一个过来看一眼 他就彻底暴露在他们视野中 但是没想到 现在就被察觉到了 还没等他们三家基地内耗完 现在该怎么收拾这群人 韩清夏在那边想着问题 一模一行人 则是越深入越震惊 他们看到了成片的种植田 纯机械化的种植机 在田地里耕种 没有一个纯人力 他们看到了成片的塑料大棚 种植着反季节的水果蔬菜 这种产量 一眼看过去 就是他们三家基地的总和 还多数倍 韩清夏这里 食物非常丰富 一点也不缺 而随着往城市里深入 他们更加震撼地发现 韩清夏是真的把城市 给攻占下来了 这里面 没有一只丧尸 这一刻 康博士等人心中都掀起了惊涛骇浪 外面的世界竟然变化这么大 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 这是你们的基地 宁墨的声音响起 嗯 韩清夏随口道 我从没听你提起过 宁墨的语气带着异样 你又没问 宁墨 没问就没说吗 简直是他们一号基地当傻子 宁墨这时看到身边大棚园里 采摘出大量大量新鲜的水果 里面的品质 比拍卖会上的还要好 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优质水果 对呀 那你为什么给我们送的都是刺果 宁墨转过头来看向韩清夏 这段时间 韩清夏可是一直用水果跟他换金盒 他的水果又多 价格又便宜 深受三家基地欢迎 但是宁墨这才发现 韩清夏竟然一直给他们的是刺果 他这里好水果一批又一批 品质好得不得了 但是他们那里的往往都带着一些毛病 不是品相差了点 就是有虫 他们还以为外面野生水果就是这样呢 现在看起来 分明是韩清夏故意给他们的 有吗 韩清夏全然不在意道 我们都是走出口品质的 当然 韩清夏的出口标准 就是他们联盟人不吃的出口给别人吃 众人 车辆一路行驶到城市里 一处别墅区 车停下来的时候 陆其言也在现场 韩清夏看到陆其言 冲他点点头 你们这几天就住这里 有什么问题 跟我说 来着是客 康博是一行人互相对视一眼 在宁墨的点头下 他们向着小别墅里走去 在进去的时候 宁墨转头 看着韩清夏 你真的怀孕了吗 孩子爹是谁 不关你是 陆其言这时冷冷地开口道 宁管理者 你们贸然来我们基地 这是很失礼的事 要知道 现在这种状况下 你们随意进入别人领地领空 跟入亲者无意 我只是知道了清夏怀孕的事 特意来亲自了解一下 宁墨看着他 担心你们又骗我 我们没什么好骗你的 宁墨听到这里 皮笑若不笑 他目光从陆其言身上 落到韩清夏身上 最后转身往别墅里走去 康博是等人赶紧跟上 他们进去之后 陆其言立刻看向韩清夏 他们怎么收拾 我把他们的武器和通讯器没收了 下一步暂时没想好 韩清夏思索着 你怎么想 一号基地绝不是善查 要是直接杀了他们管理者 他们肯定会派人过来查 我知道 但是也不能放 爷爷的意思是 先跟他们谈谈 陆其言道 听听他们的想法 嗯 韩清夏认真思考了一下 嗯 先等一下 先看看他们的动向 再做下一步打算 是留还是杀 等到晚饭的时候 韩清夏准备了一桌菜 找到宁墨这群人 宁墨一行人 经过了一下午的震惊 似乎已经习惯了 这个基地存在的事实 他们跟着韩清夏的人 到了饭桌上 但是等他们看到 饭桌上的饭菜时 众人再度绷不住了 各种烤肉 烧鸡 新鲜的炒绿叶蔬菜 还有一条新鲜的蒸鱼 要知道他们基地 什么都能培养 但是鱼类根本没办法养殖 他们已经多久 没有吃过鱼了 上一次还是拍卖会上 二号基地 曾经在绿洲上 发现几条鱼 都拍出了天价 而韩清夏这里 一上桌就是一条大鱼 他们的生活水平 是他们的恩贝 宁墨看着面前这些 脑海里闪过的是 当初他宴请韩清夏 来吃饭时的场景 怪不得他当时的反应是那样 原来 他们的基地每天吃的 都比他宴请的好上恩贝 人家能看上他才怪 宁墨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这时 他们耳边响起 韩清夏的声音 大家先坐 众人落坐下来 一落坐 三层管理者刘斌就到 我们就在你们这里住一晚 明天 立刻安排人把我们送回去 韩清夏听后 看着他 这么着急 回去干什么 你们难道还想把我们 一直关在你们这里 怎么是关 我招待的不好吗 韩清夏 你少装不作样 把我们的武器和通讯器都搅了 不让我们离开 这不是关押 这是什么 韩清夏听到这里 微微一笑站了起来 刘斌看到这里 继续指高气扬道 我们可以原谅 你们这次的无理行为 但你们必须要道歉 而且你要亲自护送我们回去 否则 我们一定会找你算账 韩清夏走到他面前 老子还没找你们算账 你跟我算账 我现在就好好问问你们 你们带着这么多人 没有提前通知 且我们没给你们 发过位置的情况下 你们来干嘛 现在是末世 可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 你们这是一种偷袭挑衅行为 今天我们一炮 把你们轰死算你们运气好 这要把你们弄死了 都是你们活该 啪 啪 韩清夏连甩他几个巴掌 每一句一巴掌 扇得三层管理者脑袋嗡嗡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韩清夏 这时康博士发话 你差不多得了 我们都在这里 你当着我们的面 打我们三层管理者 我劝你不要太嚣张 啪的一声 韩清夏把他也扇飞 我嚣张 我PM还能有你们嚣张 我带人不远万里去救你们 你们反手坑我们为丧尸 今天不打招呼突然飞过来 拽得跟个天王老子一样 嚣张能嚣张得过你们 一把年纪不学好 成天作妖 到处上窜下跳 顶个厚脸皮 到处以老卖老 真当人人都惯着你 韩清夏啪啪啪几巴掌 打在了康博士 这位老同志脸上 从来贯彻着 人人都是平等的这一标准 上到99 下到刚会走 韩清夏一视同仁 该打就得打 绝不会因为对方长得怎么样 而区别对待 连删完两人的韩清夏 目光落到了帅气的宁墨身上 宁墨对视着他的眼睛 博唇最终吐出三个字 打得好 其他两人 打得正上头的韩清夏 收起了巴掌 宁墨但凡说句别的 今天是逃不掉的 好了 我看大家现在 也可以好好沟通了 韩清夏坐回了自己座位上 你们是客人 你们说你们的诉求 众人 宁墨思索了一下 他开口道 我们明天想回去 不行 众人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你们想什么时候回去 就什么时候回去 那我们想明天回去 不行 众人 那我们先在你这里住几天 刚好我觉得你这里不错 清夏你要带我们好好转转 宁墨开口道 行吧 在韩清夏的热情挽留下 宁墨这群人 决定暂时留下来了 韩清夏给宁墨发了通讯器 让他跟他那边人留言 要多在韩清夏这里待几天 回程日期这件小事决定好后 大家友好的用了顿晚饭 席间 宁墨一直和韩清夏说话 问的都是饭菜佳肴之类的事 韩清夏有问有答 其他人则是低着头 没一个敢说话的 等到吃完饭后 宁墨笑盈盈地看着韩清夏 对了 一直没看到你们基地的基地长 你们基地的基地长是谁 韩清夏听到这里 他呀 很忙的 等忙完了再给你引荐 宁墨点了点头 好 吃完饭后 韩清夏把这些人 重新赶回小别墅里去 里外里几层人把手 不许他们出门 他这几天 则是住在旁边陆其言家 怎么样 陆其言问道 暂时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等他们想好条件 再放他们离开 陆其言点头 这个时候陆老爷子出来了 小夏 陆爷爷 宁墨那些人来了 嗯 韩清夏简单把跟他们谈的 和陆老爷子说了一下 其实什么都没谈 宁墨他们想什么都不许诺付出 就让韩清夏放他们离开 不可能的 而韩清夏也不能主动开口 让宁墨怎么样怎么样 他今天震慑住这些人 时间长了 他们自己就会知道 想要离开 就要跟他谈条件 首先是他们一号基地 对他们大联盟的态度 是想要跟他们结盟呢 还是为敌 为敌的话 韩清夏肯定直接杀了这群人 结盟的话 就得看怎么个结法 都得要宁墨那边先开口 韩清夏是不会先跟他们谈条件的 人在他手上 是得他们求着他谈 不求那就在这里待着吧 很快 到了晚上 宁墨那边要求跟韩清夏出去走走 韩清夏点了头 到门口接他们 只带着肿着脸的康博士和刘斌 其他守卫不允许带 宁墨没意见 跟着韩清夏出去 他们这一行人 从小别墅区走出去后 就看到一条无比热闹的夜市街 宁墨一行人看到这里 再度惊呆了 夜市 这里竟然有夜市 街上到处都是行走的居民 和摆摊的小商户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跟他们基地那一个个苦大仇深的牛马们 形成天然对比 这里简直是要恢复成末世前了 韩清夏基地的繁荣程度 再度让他们震惊 就在这时 他们头顶飞过嗡嗡的东西 小型无人机 在他们这些人头顶盘旋多圈 在韩清夏挥手下 无人机才离开这里 那是什么 宁墨问道 我们这的无人机 众人这才发现 韩清夏这里 竟然到处都是无人机 那不是普通无人机 是查打无人机 刘斌认出来震撼道 查打无人机 康博士问道 侦查打击于一体的无人机 不需要人指令 能够自动击打目标 大家听到这里 不由目光一领 一个毫不起眼的东西 都正不一般 韩清夏基地境内 到处都飞着查打无人机 他们领地内的安防系数 绝不仅仅是靠那一道墙 那里还有强劲的无人机侦查 这比他们基地的安防还强 宁墨一直看着韩清夏 怎么了 今天看到你们城墙外作战 那些都是你们精心训练的 少年士兵吗 哦 不是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今天参加期末考核 一句话 再多让那边 众人眼里露出不可思议 康博士震惊问道 你们这里还恢复了学校 嗯 韩清夏懒洋洋点点头 众人这一刻 已经彻底被韩清夏的基地给折服了 吃的方面 人家恢复了千亩耕种 各种瓜果蔬菜 新鲜的肉类鱼类源源不断 他们一号基地根本比不上 安全方面 人家有无比雄伟的钢铁防线 和全领域的查打无人机 他们一号基地只能归缩在地下 作战方面 K1基地士兵的作战水平 他们一直都知道很强 居民生活水平方面 这里恢复了夜市 普通居民都可以接上消费 他们基地里只有上层贵族 才能吃上的东西 他们还恢复了学校 给学生上学 这简直是他们不敢想的东西 这一刻 他们感受到了方方面面的碾压打击 他们之前还一直觉得 韩清夏这里 是一个破破烂烂 自圆紧张 吃了上顿没下顿 随时岌岌可危会被丧失 吞没的小基地 强烈的冲突和对比 让康博士流宾震撼过后 脸上忍不住扫得发红 他们之前在直升机上可是说了 轻轻松松就能把韩清夏的基地给弄死 而现在 他们这些人倒成了韩清夏的俘虏 他们以为澳的一号基地 一点优势都没有 就被比下去了 他们俩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心里翻来覆去的震撼 而宁墨则是一直看着韩清夏 他眼神里闪动着光芒 刚开始只是觉得韩清夏这个人很厉害 他有实力有个性 越往后越发现 他背后还有更强大的实力 这样的女人 怎么能不让喜欢 一晃过了几天 韩清夏带宁墨他们出门了两次之后 就不搭理他们了 把他们关在别墅里 让他们自己想想怎么办 今天大白天 韩清夏正在处理齐桑送来的发展报告 第二道防线大概还有一个月修建好 我提议在第二道防线修建好之后 工人不用解散 修建舰队 修建队 齐桑点点头 是的 我们目前所有的资源都是在陆地上 陆地作战已经齐全 空中作战方面有你的无人机 唯独缺海上舰队 我们一无所有 修建舰队一来可以打通海外几个孤岛 二来如果陆地上出现大动荡 丧尸潮重新碾压 我们可以通过舰队撤离 再就是很重要一点 在我们东部海域 有一处海上石油田 我们舰队创建出来后 可以把那片石油田拿下 石油对我们很重要 韩清夏认真想着齐桑的提议 可以安排去建 这个很有必要了 建设舰队后续能带来一堆资源 还能给自己多留一张底牌 给建设 齐桑又给韩清夏列了好几条建设方向 都是关于产业升级的 但随之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盛夏联盟正面临一个很干大的阶段 他们生产出来的物资太多了 但是消耗物资的人很少 他们的土地能养活一百万的人 现在只有一万的居民在消耗 基础物资一直在堆积 但是想要实现产业升级 还是需要人 他们需要大量的人 人口这个我在想想 韩清夏认真思索着 去哪里搞些人来 就在这时 他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蒙长 别墅那位想找你 让他等着 他说他想好了 看他们回去的是 韩清夏听到这里 眼睛忽然一亮 回去的是 他想到了去哪里搞人来 没一会儿 韩清夏到了宁墨的小别墅 一进去 宁墨就坐在面前的茶桌等着他 宁墨 我们这次来你这里也很久了 我们打算回去 回去之后 我会和我们基地长说你们基地的事 我们一号基地和你们K1基地正式结盟 定立契约 以后我们两家基地一起对抗墨市 宁墨这是正式把韩清夏所在的基地 当做和他们对等的基地来看 也不用说宁墨 其他两家方舟基地要是看到韩清夏基地的样子 他们也得吓呆了 这不是跟他们对等存在的基地是什么 当然 为了表示诚意 我们会给你们基地送50万吨粮食 10万美金和 韩清夏听到这里 好说 我们本来就是兄弟联盟 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是友好的 而且谈物资谈钱多伤感情 宁墨露出笑容 你说的是 你想谈什么 谈人 你给我送2000个成年人过来 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宁墨 韩清夏十分慷慨地给他们标定了价格 2000个人换他们几个 少一个 都不放人 宁墨在听完他的要价后 稍微一考虑就同意了 可以 而且 我还给你双倍 小宁啊 我就知道你是我真诚的伙伴 我就欣赏你 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去 宁墨紧接着道 韩清夏 宁墨认真的看着韩清夏 清夏 为了两家基地修好 我要娶你联姻 就算你怀了孕也不要紧 孩子生下来我养 我就是他爹 韩清夏 旁边的两人 他们瞪大眼睛 看着他们副基地掌头顶奈上 赶着给自己戴的绿帽子 会不会有点 太谎言了 宁墨真的想娶韩清夏 越了解越想 刚开始 只是被他这个全是底牌 让人永远惊艳的人吸引 现在更是被他的基地吸引 K1基地这么强大 他们必须要抓住 K1基地的基地长 暂时不知道是谁 但一定是陆家相关的人 陆家的地位一定不低 韩清夏绝对是这里的高层 娶了他 又能得到人 又能得到这个强大的基地 这简直是赢恩贝的事 他根本想不到有不好的地方 唯一一点就是 韩清夏说他怀孕了 凭他现在的实力 他没办法拔了他孩子 那喜当爹就喜当爹吧 一顶小绿帽而已 比起那么大的好处 根本不值一提 韩清夏听到宁墨的提议 深吸一口气 送他一句红亮的 滚你妹 韩清夏再次明确地拒绝了宁墨 为了怕他低智商的脑瓜 拼不懂拒绝 韩清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 他不喜欢他 这辈子绝不可能嫁给他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不要再纠缠他 为此 韩清夏还拒绝了两千个劳动力 韩清夏是很想要牛马 但是他也有清晰的底线 有些傻逼智障 不要给任何机会 拒绝一定要明确大声地拒绝 最好还能离这种傻逼远一点 被狠狠当面拒绝的宁墨 听完韩清夏的话 一句话没有说 他看着甩袖子离开的韩清夏 脸上缓缓地露出一个笑容来 腹肌地长 那个女人都这么说了 要不我闷 不 下一次表白 肯定能敲开他的心 剩下两人 宁墨觉得 韩清夏就是这种自我保护型的人 他今天这么大声地拒绝 其实暴露了他内心的心虚 他离胜利又进了一步 切而不舍 肯定能抱得美人归 第二天 无数量直升机来回飞向韩清夏的基地 这次是得到了韩清夏的飞行许可 一架架都是一号基地的飞机 一个个一号基地的底层居民被送过来 一直送了三天 两千劳动力送齐 宁墨一行人才被韩清夏放了 你们回去吧 韩清夏清点完人数后 大手一挥 把他们放了 宁墨微笑地看着他 那我们走了 赶紧滚 清夏 我们还能做朋友的对吗 韩清夏 过段时间是我们三家基地的联合大会 我想邀请你们K1基地也参加 你已经够资格了 不去 我建议你可以来 我们大会会敲定很多物资的采购 你们基地产出这么多东西 宁墨说着 扫视着韩清夏这个无比复数的基地 可以在会上卖一个好价格 你放心 我不会纠缠你的 从现在起 我就当你是我好朋友 韩清夏嫌弃地摆着手 行行行 过几天再说 你回去吧 你一定要参加 好啊 韩清夏敷衍地把宁墨放回去了 放回去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签订了彼此友好协议 但这是末世 一纸协议谁都知道没什么用 只能说彼此制衡一下 在宁墨没有理由和足够实力 和韩清夏开打 他们也不会撕破脸 大家一起活着 互相交流换一点物资 肯定比打架要好 再就是 韩清夏也不可能一直留着宁墨他们 宁墨是一号基地的副基地长 剩下两个都是一号基地的管理者 他一直留着 那倒会成为挑衅开打的由头 所以宁墨给够了东西 韩清夏把人放了就放了 只不过 放了人之后 他就要更加快速度修建自己基地 这一次新增了2000劳动力 2000人很快安排到岗位上 让韩清夏颇为满意的是 他们的二道防线 因为劳动力大量加入 原本一个月的工期半个月就结束了 现在所有人开始全力修建军舰去了 韩清夏看着自己基地飞速强壮起来 焦虑逐渐缓解 再快点强壮起来 强到他一个基地 能同时对抗剩下三家方舟基地 狠狠震慑他们才行 这个时候 他收到了宁墨的邀请 宁墨邀请他去二号基地一起参加大会 清夏 你去吗 陆其言道 去 韩清夏看着宁墨发的一堆要敲定的东西 去 怎么不去 带够人去 此刻 戈壁小镇上 明天的二号基地又将迎来尊贵的客人们 基地的内圈 中圈 外圈三个区域全都热闹了起来 此刻的外圈拼命哭 给我站住 站住 啪 一道长边狠狠抽在一个奔跑中的女孩身上 带着道次的长边落在女孩单薄的衣服上 立刻皮开肉绽 鲜红的边痕赤条条落在周围看的人眼睛里